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如果想在特别的日子带妈妈去吃好料 如何有面子又不失礼子呢 在高雄三明区有这么一家餐馆 非常擅长做的是老菜星座 像这道喷香下饭的卤猪饺 师傅敢用避风糖的做法增加香气 也增加了酥脆的口感 光是这道菜得花上八个小时制作 还有这个上海人相当喜欢的菜饭 里头加入樱花虾还有干贝 味道相当有层次 最重要的是平均客单价 大概300多块钱 能够吃到耗时费工的大菜 吃到的人都说非常超值 改良自避风糖螃蟹的做法 拨开香喷喷的蒜酥 里头居然不是螃蟹也不是虾子 而是先卤再炸的猪脚 还有上海小点糯米烧麦 仔细看上头风口的地方 居然是浓郁的cheese 拨开来里头是以XO酱炒过的糯米饭 口味为辣很有心意 以及创意加入虾饼和花生碎粒的虾松 用罗美深夜包覆 口感爽脆甜咸交错 将经典老菜变出新做法的餐厅 就位在高雄三民区的文明路上 开店三年来 每逢周末可是一味难求 他们做法跟一般的餐厅好像不大一样 它比较特殊 吃起来那个口感很棒 让你吃了会回味 大概一两个礼拜会带老妈妈来吃 因为它这边的东坡肉啊 还有那个酱鸭入口即化 所以我老妈妈就很喜欢来 连老人家都能很好入口的酱鸭 可是主厨许人得的拿手菜 光做一道就得耗时八小时以上 做了江浙菜三十八年 他坚持被工的步骤可不能少 谁用四斤重的肉鸭 得先抹上酱色炸到表皮为粗 先把皮缩缩要在皮缩起来 它在肉的时候 它更不冷气 肉更不粉粉 高温锁住鸭子本身的水分 以冰糖葱姜蒜和酱油制作的卤汁 还得再卤着鸭子几乎八小时 卤好的鸭子稍微冷却收缩 切块还看得出肉色带点微微粉红 以卤汁勾顶薄芡 衔上鸭身 带点甜味的冰糖酱鸭 没有鸭肉常见的腥味和韧度 口感反而相当软 无论老人小孩都能尽情享用 蛮好吃的 是比较不会那么的干 那它吃起来是蛮软嫩的 一般的酱鸭是感觉会比较硬 对 可是这个比较不会 一样很费工的避风糖皮酥 主厨只用脂肪较少的猪前腿 以米酒 葱姜 八角 红花椒 乳煮猪脚 一滴酱油都不佳 味道才不会过咸 猪脚炉太久 肉质容易松散 因此掌握时间起锅后 还得再蒸过继续熟成 接下来不裹粉直接下油锅 炸差不多20秒至30秒 很快喔 热油要很热的油 它会香酥 它要去油脂 上桌前帮客人去骨切块 更方便入口 另一头炒上蒜酥 辣椒和蒜头 一阵香气逼人才能与猪脚合体 这道避风糖提酥 香酥的猪皮还保留着QQ的皮下脂肪 瘦肉因为卤过吃来软嫩 不会像一般炸猪脚又饮又柴 配着蒜酥一起吃 香气更香 是非常酥脆 然后很热 很热又很爽口 算油 就是不油腻这样子 然后其实你放凉了 你还是一样非常酥脆 无论大菜小点几乎倒到费功 光是小龙汤包里的汤汁 师傅就不惜成本 用脑母鸡 猪皮 鸡爪 干贝等食材 炖上将近一天 一锅成本就要一千多块钱 熬好的汤头冷却成皮冻 才能和梅花猪肉馅一起包进面皮里 沉甸甸的小龙包 一夹就知道汤汁不少 咬一口果然源源不绝流泄而下 仔细看汤汁并没有浮着明显的油花 喝来也不油腻 是来皮薄之多 现饱满 小龙包也是必点的 那它这片小龙包就是 价格真的公道很多 跟顶台风比起来 就是皮薄 然后汁多 然后肉也很暖的 对 非常喜欢 真材实料的还有以高汤 拌炒过的樱花虾干贝菜饭 以樱花虾取代传统虾米 还加入干贝丝 几乎每口都吃得到配料香气十足 还有客人几乎必点的葱油饼 从侧面看走的是后面路线 酥香不油腻的饼皮里 塞满了大块葱花 不只有口感 葱香更浓 吃来也不会辛辣 点上六到七样菜 五到六人分享 一人也只要三百多元 因为老板是做食材低发出声 才能压低成本 让客人不用花大钱 也能品尝到费工的大菜 那就再注决了 给 七